他是横扫欧洲的法兰西皇帝,却衣着朴素,饮食简单。 他是身受士兵们爱戴的郝将军,身边却没有一个知心密友。 他虚心好学,善于思考,却也自负狂妄,脾气暴躁。 那么当去掉诸多耀眼的光环,还原一个真实的拿破仑时,他究竟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远?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,拿破仑第十二集,这个男人不寻常。 从一个普通士兵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,从称霸欧洲的法兰西皇帝到被流放的阶下囚, 拿破仑一直都是一个传奇,有人说他是战争之神,命运的支配者,奇奇的创造者。 也有人说,他是科技家导的怪物,摧残自由的暴君,无耻小人。 那么历史中真实的拿破仑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? 他和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不同呢?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军教授,解读法国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,拿破仑波拿巴, 从中国视角看近代世界的风云变换。 系列节目,拿破仑,今天播出第十二集,这个男人不寻常,敬请关注。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技术啊,所以拿破仑究竟长得什么样原生态的, 拿破仑谁也没看到,所以我综合文字,油画,素描, 把拿破仑的大致的模样向大家介绍一下。 拿破仑个子不高,一米六八到一米六九, 在欧洲男人这么个不高啊。 拿破仑脑袋大,方投库尔啊,端正,眼睛灰蓝色的,目光炯炯有深。 炯炯有深到什么程度? 有一个主教,在第一次见到拿破仑的时候, 他居然将拿破仑的眼睛逼得戴个绿色眼镜, 他不敢指示他。 拿破仑看人一开始,他先看你, 然后再跟你说话, 这让人发毛啊, 这跟曾国藩一样, 曾国藩见人四分钟之内, 他不跟你说话,看着你,拿破仑就干这个。 他首先有个名将,多米尼克,望达姆啊, 勇猛善战脾气,极越暴躁, 但是一看那拿破仑的眼睛, 一点脾气都没有了。 王多姆曾经说过, 这个人有一种魔力, 连我也说不上眼, 我对上帝魔鬼甚至都不恐惧, 但是在他面前, 却总是像小孩一样战战兢兢, 他能使我赴汤刀火, 再说不行。 大家以后注意磨练自己的眼睛。 鼻子, 哪不能鼻子典型的希腊鼻, 什么希腊鼻高宗? 直挺, 希腊鼻, 嘴巴, 他嘴不大, 双吹紧闭, 说话笑都不落尺。 头发, 棕色的, 他红棕色的头发, 年轻的时候, 喜欢留长发, 1802年不留长发了, 就有个头发帘, 刘海, 为什么要留头发帘? 拿不前额往里凹, 他有个刘海啊, 在那个飘荡着, 就把这个凹陷的这个前额给挡住了, 手, 食指鲜长, 哪不能长这一双女人的手, 他自己都常常说, 我这个手, 很秀丽, 引违自豪, 哪不能走路喜欢背着手走, 走到哪都背着手走到, 所以那个时代啊, 上流社会流行着什么呢? 流行着化妆舞会假面具, 跳着跳着舞, 那个有个面具把脸给挡住了, 不知道谁是谁, 但是一从拿不仑走道, 这是我们皇帝, 他戴什么面具, 大家都知道, 为什么他找到那个特点就出来了, 你看他戴面具, 那拿不仑, 皇帝, 四十岁之后发福了, 他有的时候又多了一个动作, 把手放在肚皮上, 那么四十岁之后, 拿不仑就看不到当年年轻的时候在军队的英姿了, 啤酒肚很大, 肩膀快, 拿不仑的肩膀很宽, 体格很壮, 但是面色不好, 面有菜色, 为什么? 因为拿不仑胃不好, 消化不良, 这就是我从油画, 从素描, 从文字, 将拿不仑大致描写一下, 他确实长得有点于众不从, 但跟普通人又没有什么两样, 但是偏偏这个人创造了世界的历史, 明显的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, 就是这位貌不惊人的拿不仑, 却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, 他戎马生涯数十年, 历经无数征战, 创造了战神的神话, 他不但是华兰西帝国的缔造者, 还兼任意大利国王, 莱茵联邦的保护人, 和瑞士联邦的仲裁者, 当时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他的统治之下, 那么这样一位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, 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? 他又有哪些不同于普通人的特殊喜好呢? 那么他在外形的背后, 他的内心世界有什么爱好? 生活作风喜好究竟有什么呢? 下面我就带着大家去认识认识拿破仑, 讲第一点, 他喜欢过简朴的生活, 他说奢侈的生活呀, 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, 不仅如此奢侈的生活会让人失去最宝贵的自由与尊严, 你把你经历都弄到这上面, 在他看来, 不知当的, 还把尊严给丢掉了, 拿破仑贵为一国皇帝呀, 一八零四年加冕为皇帝, 却过着十分素朴的生活, 他非常不喜欢, 喜欢说话, 我举拿破仑平时生活的截面来看一看, 第一, 衣着普世, 拿破仑喜欢穿五分裤, 喜欢穿长袜, 不喜欢穿长裤, 喜欢穿上校的服装, 而且外边要搭上灰色的外衣, 不带首饰, 不喜欢首饰, 珠宝玉器, 看看, 欣赏一下, 行了, 往身上戴, 没照纲, 但是他腰带, 他有一个鼻烟壶, 因为拿破仑吸烟, 他个鼻烟壶, 走到哪儿, 吸一吸, 有的时候跟战士, 跟着士兵, 哎, 黏点鼻烟, 我们现在这个鼻烟太少了, 他穿这种鞋呢, 是个不敌鞋, 那么盛大的仪式呢, 官场上的仪式呢, 要穿正装啊, 他那个身边工作人员给他换衣服, 他极表示不耐烦啊, 完了没有啊, 快点快点快点, 吹, 直到参加完仪式了, 谢谢服装, 真痛快, 他就不喜欢居住, 越随便越好, 衣着非常朴术, 这是第一, 第二, 饮食简单, 拿破仑吃饭, 从来没有超过十五分钟的, 就是十五分钟, 风卷残云吃掉, 他从来不在餐桌上浪费一分钟, 吃完就走, 吃饭的时候喜欢喝点红葡萄酒, 但是一定像古希腊人一样, 把红葡萄酒兑上水变淡, 才饮进去, 他不喝烈性酒, 他说我在这个地方, 在这个地方, 餐桌上浪费时间, 是浪费自己的生命, 那么在战时呢, 他吃饭更没谱了, 饿了就吃一口, 不饿他就玩命的工作啊, 所以他长期以来, 得胃病了, 第三, 喜欢热水澡, 他最大的思考洗个热水澡, 一直保持到众生, 这个习惯从什么开始, 在1894年土龙会战中, 在土龙会战中, 他得了一个怪病, 浑身齐痒难受啊, 偶然之间, 他洗了个热水澡, 两个小时啊, 泡了两个小时出来了, 浑身轻松, 骚扰顿时啊, 从此爱上了洗水, 热水澡, 而且以后是越洗, 水越热, 越洗, 时间越长, 不泡秃鲁皮, 他不出来, 洗完澡之后, 一定穿上干净的衬衣, 撒上古龙香水, 所以热水澡, 干净衬衣, 古龙香水, 这是拿破仑的一生, 没有变过的程序, 这个英国有个首相丘吉尔啊, 无独有偶, 也喜欢洗热水澡, 但是丘吉尔是否, 这个习惯是否跟拿破仑学的, 我不知道, 丘吉尔也爱洗热水澡, 他日库外洗热水澡, 到什么从北非去视察的时候, 突然在火车, 停车, 停车, 干嘛呀, 洗热水澡, 哪有热水在沙漠里面, 把机车的水给我抽出来, 然后, 就扑通一下跳进, 刺刺裸体的, 这阿拉伯人一看, 围着, 他毫不在乎, 所以这个世界性的杰出的所谓的伟人啊, 或者名人, 他的个性之一有的时候就表现他的爱好上, 第四, 他最不喜欢的职业就是医生, 尽管他有病, 有胃病, 他有病, 再不就不吃饭了, 结实, 再不就喝柠檬茶, 再不就运动, 感冒, 跑步, 浑身大汗, 好了, 这就正, 所以在1800年之前他没吃过药, 从公元1796年, 26岁的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, 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, 到1804年, 拿破仑称帝, 再到1815年, 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, 短短20年不到的时间里, 拿破仑对外是不断的东征西法, 一共经历了60多场大战役, 并先后7次反击由欧洲其他强国组成的反法联法, 对内则是在经济, 政治等领域, 积极实施诸多改革, 创变了著名的拿破仑法典, 还创办了法兰西银行和法兰西大区, 所以有人说, 拿破仑就是一个工作狂, 那么历史上, 真实的拿破仑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? 为什么在工作中, 他似乎永远不知疲惫呢?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谈蓝日, 青东岭是我国现存, 规模最宏大的皇家陵园, 这里埋葬着五位皇帝, 十五位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位妃匹, 堪称清帝王临亲之罪的乾隆帝御灵, 建造时间长达九年, 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慈禧陵大殿, 装饰用金重拿一百四十三千克, 神秘的地宫埋藏过无数珍宝, 却也难以躲过惨不忍睹的被盗, 十次盗案, 三次大规模盗局, 一族族数字的背后, 究竟暗藏着多少故事, 隐藏着多少秘密, 青东岭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音, 汇集史料, 破解青东岭秘密, 看索神秘的地宝灵起, 百家讲坛栏目隆重现役, 敬请关注, 拿破仑的第二个爱好与作风, 第二个方面呢, 喜欢快节奏的工作, 他生活节奏, 工作节奏非常快, 浑身充满了活力啊, 举这么几个例子, 日程紧奏, 不分昼夜的工作, 拿破仑早上起床非常准时, 七点钟必起, 起完了就是上厕所, 刷牙, 洗脸, 吃饭, 吃完饭八点钟, 肯定坐在办公室上, 看文件, 看报表, 包括物价他都看, 九点钟开始会见客人, 这就一直到深夜了, 下班了, 告诉这些不下, 明天早上一点钟或者四点钟到办公室来, 我们一起办事, 他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, 他对自己的家属说, 我永远在工作, 我吃饭时在工作, 看习时在工作, 甚至半夜起来, 我还在工作, 他跟他的部长谈话, 经常有一句话, 第二天清晨, 我要看到你的报告啊, 那部长呢, 这一夜就甭睡了, 就得写报告, 那么按道理讲, 在皇帝身边工作是荣幸的事, 但是, 拿不仑快节奏的工作作风, 使得他的部下, 四个字, 望而生非啊, 这拿不仑他也知道这一点啊, 他工作节奏这么快, 他下面跟不上他, 所以他说什么, 他说, 谁离我最近, 谁最倒霉, 相反那些躲在角落的人, 离我很远的人, 真是有福了, 他自己都知道, 有一次他问他的秘书, 如果我死之后,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, 那秘书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啊, 然后习惯式的说, 那肯定是举世的通声哀悼了, 拿不仑说什么, 错了, 才不是那样呢, 如果我真死了, 你们会长长的输一口气, 谢天谢地, 他真走了, 这是他原话啊, 有人计算过, 拿不仑一天的工作量, 是常人一周的工作量, 他二十年的工作量, 是有些人一个世纪工作量的总和, 他三年批月的文件, 是波旁王朝历代国王, 一百年都没有批完的, 就这几个数字, 你就可以看到拿不仑每天快接着工作啊, 那有人或许要问, 拿不仑哪来那么大精神头啊, 他自己咱们就不累,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问题, 隐藏在里面, 一, 这人睡眠好, 就是哪不能睡点质量高, 他的秘书, 要写这个, 他的饮食的记录的, 一日起记录啊, 就是我们在, 清王朝要起记录啊, 要记录这个东西啊, 这经常会在起记录上写了这么事, 皇上睡眠甚好, 拿不仑也自己不无得意说, 我有这个本事, 无论白天黑天, 只要想睡觉, 很快就进去, 迷糊了, 所以他说什么, 我呀, 我会把不同的事物放在脑海里面, 这个脑海里面是一个各个抽屉, 我完成了这个, 装到这种事情的抽屉之外, 我啪把这个抽屉关了, 我打开另外装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抽屉, 我继续工作, 当我想睡觉的时候, 我把所有装事情的抽屉关上了, 倒头就打碎, 所以说拿不仑的睡眠质量好, 那这点有道理, 这睡眠质量好啊, 睡得少, 精神饱满, 你睡眠质量不好呢, 你曾经趴在桌上, 把趴在床上, 你也迷糊, 这是他第一个决想, 但是快节奏的生活, 你再好的睡眠, 也弥补不了, 你对你身体的伤害, 所以拿不仑是以透支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, 所以后来他到40岁之后, 就加速了病找他的进程了, 第二, 头脑清醒, 善于思考, 善于前瞻性, 头脑非常清醒, 工作节奏快, 说明什么, 他有责任心的统帅, 这一点从中国清代的两个皇帝, 非常像, 一个是康熙, 一个是雍正啊, 康熙皇帝每天早晨八点钟, 必须处理国家的政务, 康熙皇帝自己就讲啊, 一岁之中, 魅爽是朝, 我有须, 清断万机, 批揽奏章啊, 每年, 年年如此, 除了生命, 除了过生日, 除了过几个大劫以外, 他儿呢, 雍正呢, 黄老四雍正更厉害, 比他爹都厉害, 每天工作到深夜, 睡眠不足四个小时, 拿破仑呢, 还好一点十八个小时工作, 那么不管康熙雍正, 也不管拿破仑, 他这么勤政, 这么快捷肉, 并不是勤能补着, 并不是笨鸟先飞后入林, 而是什么, 而是把事情想到前面去, 具有很强的前瞻性, 他总不断地思考问题, 眼前顺利, 不等于将来顺利, 现在过得去, 不等于将来过得去, 终有危机感, 终有前瞻性, 前瞻性未雨绸缪, 进行战略预制, 而不是盲牙不牢的尴尬, 拿破仑自己就讲, 我事前都仔细思考, 看起来每个变局, 我都能应付从容, 其实这是因为我行动前, 以深思熟虑, 我所以经常能够料极未来的变化, 并不是受鬼神的启示, 告诉我该说些什么, 该做些什么, 这些全是我自己事先思考的结果, 拿破仑呢, 他喜欢思考, 但是他不是想路非非啊, 而是正式问题, 不想当人, 不充满幻想, 就是想未雨绸缪, 这是思维方法, 战略思维重要原则之意就是前瞻性, 他自己说吗, 我在作战前的策划时, 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战战兢兢的了, 但一旦定下决心, 我一直非常坚决, 战前, 在他看来, 我进行战前的激活, 我战战兢兢, 生怕哪些问题出毛病, 对可能发生的事情, 我都如临大敌般的对待, 从来不, 马虎, 如果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, 发生了现在话叫突发事件呢, 他对他的密宿比利那一条指示, 永远不变的指示, 有好消息不必叫醒我, 因为这些消息并不着急, 但是一有不利的消息, 马上叫醒我, 因为这些消息不能耽误片刻, 好消息打胜仗了, 不要告诉我, 出事了, 赶紧告诉我, 然后他处置, 他自己讲, 我有半夜两点钟的决心, 你们谁有啊, 什么叫半夜两点钟这个决心啊, 就是说, 他说我在半夜醒来的时候, 我脑袋非常清醒, 能够立即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。 第三, 他愿意学习, 勤奋学习, 记忆力惊人, 拿不伦总是看书啊, 喜欢跟庄家们, 专家们考虑问题, 有在远证埃及的时候, 他部下看埃及人怎么一半是盲人啊, 当时的埃及一半人是盲人, 他说, 这还不, 不知道吗, 这地方肯定有杀眼, 杀眼致盲, 然后跟军医讨论杀眼问题, 全是专业术语, 跟上军医瞠目结舌, 有你还要我们干嘛呀, 他远证埃及的时候, 他的舰队, 庞大舰队, 装备了两千门火炮, 其中还有一整所大学, 都在舰队上的, 上面有实验室图书, 有一百七十五名学者, 这些学者有天文学家, 有测量学家, 有经济学家, 有心理学家, 有美学家, 有文学家, 全在这上面, 跟着一起走啊, 不时跟他们探讨问题, 这跟亚历山大一样, 古希腊著名的名将亚历山大, 走到哪儿, 把图书馆带到哪儿, 走到哪儿, 把学者带到哪儿, 所以成为名将, 都是有必然的, 他不是从石头缝蹦出来一个名将, 有知识, 第三, 爱说话, 哪不能说话快, 语速快, 但是他不喜欢写东西, 为什么他不喜欢写东西啊, 这么表现于极强的人, 他不写东西, 不留著作, 你们看哪不仑没有什么著作流出来, 你们看哪不仑著作, 都是哪不仑书信集, 是后人编的, 四千二百封, 四百两千封, 为什么都不写, 因为他写字非常快, 他写字非常潦草, 他写的字连他自己都不认识, 所以说秘书就累了, 秘书就得寄呀, 数寄呀, 寄完之后, 藏起来, 这个收藏起来, 发布下去, 现在公开的四万两千封信, 拿破仑信件是研究拿破仑的重要史料了, 你说可想而知, 当拿破仑的秘书, 与其说是荣誉啊, 不如说是做苦意, 他跟自己的秘书, 永远要说这句话, 拿着笔, 随时记录我的谈话, 所以当拿破仑的秘书, 太难了, 太累了, 随着随着叫, 突然想起什么之后, 马上起来, 888, 一按零, 那时候零是绳啊, 没有电呢, 秘书的过时就醒了一下, 马上就起来, 然后就口述指示, 然后就抱出去, 他说话, 而且语速非常快啊, 就好像平时说话一样, 根本不给秘书记录的时间, 所以他长期以来, 他那秘书有一个本事, 什么, 宿记, 都是宿记员, 你逼的,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坎兰的,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, 纵观拿破仑的一生, 从士兵到将军, 从皇帝到阶下求,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, 充满了传奇色彩, 由此看来, 他的性格也必然不同于一般人, 那么真实的拿破仑, 究竟是怎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呢? 那么拿破仑个性在哪儿啊? 我集中改阔的谈一谈, 以自负, 傲气, 虚荣, 他自负来自于他熊小受法国贵族小孩的欺负, 产生一种自卫, 那么长大之后, 特别取得权势之后, 他过去的自我保护变成傲气了, 他把他和国家融为一体, 而是随着疆域的扩展, 他越发狂妄自傲, 他跟那秘书, 布列纳讲, 说什么? 布列纳, 您也会不朽的, 秘书说, 陛下, 我为什么不会不朽啊? 您才是不朽呢? 拿破仑说, 错了, 你不是我的秘书吗? 那言外之意呢? 你跟着我沾光啊? 他跟那这记者欧人亲王讲, 讲什么? 意大利人应该了解, 他们所有的脑袋夹起来, 还不如我一个小手指头, 你看他狂妄到什么程度, 因为在拿破仑那样看来, 必须炫耀自己, 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利与统治, 他把炫耀和自信塌化等好了, 第二个特点, 个性, 他必须暴躁, 暴躁一温存共存, 说话直截了当, 不拐弯, 这是他第二个特点, 德意志有一个, 著名的哲学家, 这叫什么呢? 佛里德里西, 尼采, 尼采曾经讲过一句话, 什么是个性? 个性是做事的时候, 随着自己的性情,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原则, 不是按照原则去做事, 而是按照性情做事, 这才是个性的, 那阿布伦就是这么个人, 他充满了个性, 他不是按照所谓的谁给他规定原则, 充满自己的个性, 他尽管他做事有方向, 有目标, 但是他脾气急, 越到后来越容易发怒, 他骂人啊, 甚至还打人, 但是这个人呢, 发完脾气之后, 好的, 没事一样, 来如风, 去如风, 一呼声, 没了, 而且他后来设法补救, 平时和颜悦色,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点火就着, 就像那个炮弄似的, 挺好的, 你点火, 砰, 炸了, 平时你看呢, 谁都敢接近的, 所以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跟他十三年, 另外一个秘书, 梅纳瓦尔后来回忆道, 回忆说什么, 拿破仑虽然好冲动, 喜怒无常, 但是却非常有耐性, 不计小过, 为人随和, 并非良客, 而不计人情啊, 平时说话没有幽默感, 哪里能不幽默, 说话直接直来直去, 他说什么, 他说我不喜欢礼, 这个语境非常含糊的词, 这只是傻子想把自己提高到智者的一种方法而已, 他说气味高雅, 这代古典的词汇对我有意义吗, 我向来不关心是一样的好坏, 我只重视什么, 思想是否坚定有利, 所以他说话直来直去, 他也不怕得罪人, 那么拿破仑的个性还表现在哪呢, 他没有朋友, 他跟谁交往, 四个字点到为止, 这是他的特点, 为人慷慨, 除了因我, 他到死都不宽恕这个敌人之外, 其他的敌人他都宽恕了, 包括背叛他的, 他在圣勒南岛被囚禁的时候, 很多人包括塔列朗啊, 他的外交大臣都背叛他了, 他都给宽恕了, 但是他从来不交朋友, 他没有朋友, 他一八零年曾经谈过这样一段话, 对朋友, 他说, 友谊只是虚名而已, 我无法和别人建立友谊, 我甚至连自己的兄弟都不喜欢, 我知道我并没有真正的朋友, 只要我今日地位不变, 我要多少虚轻假意的朋友, 我就有多少, 但是, 让女人去烦恼这些情感的故事吧, 这是他们的事, 我们男人应当心肠硬些, 暴定宗旨, 否则便谈不到打仗和政治, 这或许交朋友, 军人要心肠硬一点, 即便对女人才点到为止, 他虽然和其他男人一样谈论女人, 但是他特别讨厌, 谈论政治女人, 谁要在他面前哪个女人对他谈论政治, 他说我不得不告诉你, 我最不喜欢你, 因为你谈论政治, 他跟女人, 他们不交心的这个人, 所以女人后来都离他而去了, 那么上面就讲, 拿破仑就是这么一个有血有肉, 个性非常鲜明的政治家军事家, 就这么一个拿破仑是整个世界, 整个欧洲曾经发抖, 那么这么一个是欧洲, 曾经发抖的政治家, 但是却处理家庭问题, 却让他愁死了, 他家庭怎么了, 咱们下次再说, 拿破仑出身于一个严母慈父, 胸有地公的大家庭, 在他的安排下, 拿破仑家族迅速崛起, 能估帝国统治的手段, 当拿破仑位高权重之后, 继承人问题日益紧迫, 皇后约瑟芬因为不能生育而被迫离婚, 为他生下儿子的情妇, 却始终得不到认可, 究竟是什么左右着拿破仑, 让他的婚姻与爱情一波三折,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俊教授,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, 拿破仑第十三期, 家庭与家族